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的生成式人工智慧AI模型引发全球关注。 据白宫AI与加密货币负责人赛克斯1月底表示, 尽管美国在AI领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其领先中国的优势仅剩三至六个月。 他警告,美国公司过去可能过于自满。 赛克斯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DeepSeek的生成式,AI可以与美国人工智慧研究室OpenAI开发的ChatGPTP美。 尽管OpenAI正在开发下一代模型,但其领先优势只有三至六个月。 此消息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AI领域优势的质疑, 导致AI晶片大厂汇达NVIDIA等科技股票越前重挫。 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DeepSeek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一个警钟。 尽管如此,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表示, 川普相信美国能够重新夺回AI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川普的支持下,OpenAI、软银和甲骨文的合资企业Stargate正在全美范围内建设资料中心, 总投资达到5000亿美元。 然而,DeepSeek声称, 他们能够以较不先进较少的晶片训练强大的AI模型, 这使得人们质疑美国是否在AI建设上投入过多。 对此,塞克斯指出, 美国禁止高级晶片出口到中国, 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他们能够获得的晶片, 提高晶片的效能。 他认为,美国的出口限制成为了中国创新的动力。 同时,塞克斯也指出, 美国必须赢得AI竞赛。 他批评美国的AI公司过去可能过于自满, 没有意识到中国的AI公司与他们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他还批评前总统拜登对AI发展提出过多的管制措施, 束缚了美国AI公司的发展。 他认为,DeepSeek的发展证明了川普推翻拜登时代的管制措施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就在美国准备对半导体征收关税, 权衡补贴计划的命运并调查中国人工智慧初创公司DeepSeek 是否绕过出口管制获取该晶片制造商的产品之际。 美国总统川普, 2月初在白宫会见了会大公司执行长黄仁勋。 近日,DeepSeek发表了其二一模型。 该模型被认为可以与其他公司的聊天机器人相媲美, 但成本却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 这引发了人们对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人工智慧技术的质疑, 以及中国是否已经缩小了与美国在该领域的差距。 随后的市场反应, 对于最大的AI软体训练晶片提供商回答来说尤其强烈, 该公司股价的暴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炮手之一。 原因是, 人们担心DeepSeek开发有效AI软体的方法, 不需要回答销售的那么多昂贵的设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政府官员已开始调查这家中国公司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中间商购买了被禁的灰达晶片, 从而规避了美国对用于人工智慧任务的晶片销售的限制。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黄仁勋与川普的会面已经筹备了数周, 目的是讨论人工智慧政策, 此次会面可能并非有DeepSeek的突破引发。 1月初, 黄仁勋表示希望新政府放松监管, 并曾提出与川普会面。 与麦泰执行长和亚马逊公司老板等其他科技界领袖不同, 他没有参加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 而是在农历新年期间前往亚洲, 进行了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 据知情人士此前透露, 这次的会谈是川普与全球市值最高的晶片制造商黄仁勋的首次会晤。 回答是人工智慧热潮的核心, 其晶片在美中人工智慧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具有地缘意义。 近几周, 该公司一直在强烈反对对其处理器全球销售进行全面管控, 而黄仁勋则对川普政府放松监管负担的可能性表示恶观。 川普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为负责这些政策的团队配备齐全, 但有初步迹象表明, 他的政府将对美国技术向中国销售采取强硬态度。 一些川普官员有意限制回答销售的低阶晶片的出口。 此前, 川普试图平息人们对Deep Seek进展的担忧, 他称Deep Seek的进展是警钟和积极发展。 川普在第二任期内承诺让美国成为人工智慧的世界之都, 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呼吁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为政策提供建议, 并废除前任总统, 拜登为人工智慧开发商制定的安全和透明度要求。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与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白宫会面后, 外媒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称, 双方讨论了中国公司深度求索、 Deep Seek以及收紧人工智慧晶片出口等问题。 川普没有透露会议的细节, 但称黄仁勋是一位绅士。 川普表示他不能说会发生什么。 他们开了个会, 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议。 此次会议召开之际, 美国政府计划今年春天进一步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出口, 以确保先进的计算能力留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 同时寻求更多途径阻止中国获取相关技术。 回答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感谢有机会与川普总统会面, 讨论半导体和人工智慧政策。 黄仁勋与总统讨论了加强美国技术和人工智慧 领导币的重要性。 了解此次会面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此次会面是在Deep Seek震撼科技界之前安排的。 该消息人士还称, 总统认为这家中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美国公司不必花费大量资金来打造低成本人工智慧替代品。 此次会议召开之时, 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在人工智慧发展方面正在追赶美国。 中国的Deep Seek推出的一款免费的人工智慧助手, 称其使用的数据更少, 成本仅为美国模型的一小部分。 由此, 辉达市值蒸发5930亿美元, 创下华尔街公司单日亏损的记录。 几天之内, Deep Seek的应用程式成为苹果应用商店中下载量最高的应用, 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领先地位的担忧, 导致美国科技股暴跌, 市值蒸发约1兆美元。 人工智慧晶片的顶级生产商辉达的股价一度下跌17%, 有三位知情人士称,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收紧对挥达面向中国市场设计的H20晶片的销售限制。 消息人士称, 川普政府官员关于限制这些晶片向中国发货的讨论尚处于初期阶段, 但自民主党前总统拜登执政以来, 这一想法就一直在考虑之中。 H20晶片可用于运行人工智慧软体, 是为了符合拜登政府实施的现有美国对中国发货限制而设计的。 两名美国国会议员, 领导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约翰·莫尔纳和民主党人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 也呼吁对辉达的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实施更多限制, 要求作为商务部主导审查的一部分, 重新审视美国出口管制体系。 回顾过往, 2022年拜登政府限制了辉达最强大的AI晶片H100对中国的销售, 随后辉达推出了略低于出口门槛的H800晶片。 但在2023年H800也受到限制, 去年辉达又推出了H20晶片。 如今, 美国商务部还在调查DeepSeek是否使用了禁止向中国发货的美国晶片。 总体来看, 此次川普与黄仁勋的会面, 无疑是美国在AI领域战略布局的重要讯号。 未来, 美中在AI领域的竞争态势将如何发展, 美国的晶片出口限制政策 又将如何落地, 这些都成为全球科技与经济领域密切关注的焦点。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